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剧 有许多脑损伤的戏剧 有许多高质量的作品 但是 如果你看过很多电影和电视剧 你想知道这些镜头是怎么拍的吗 总之 我更好奇 所以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戴幕和花絮 去年是人们生活中逼不可少的私事 在真人秀电视剧中会有沉睡剧 为了故事的发展 一些扮演夫妻的男女演员 情不自禁地睡在同一张床上 不过 对于之前互不熟悉的演员来说 这有点尴尬 毕竟 人们基本上只与亲朋好友同床共枕 所以其实 这也是对演员的一种讨厌 他们不仅要和其他不熟悉的演员同床共枕 在剧组的观众中 也要表现得非常自然 然而 在观众看到的影视剧中 睡眠 剧一般都有瑕疵 这样的场景会有很多人嘲笑 那么 为什么不擅长演戏的小鲜肉人 会把沉睡剧变成现实呢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表演才是真正自然的 毫无疑问 这是这个角色的真实反应 怎么演好睡眠戏 导演说他有话要说 人们在疲劳时容易放松 而在平静时 更容易入睡 因此 导演经常把睡戏的场景放在晚上拍摄 这时 演员们已经拍摄了一天 打血的人也会很累 所以睡意其实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如果有经验丰富的演员 他们不能太优秀 导演会让他们鼠羊来摆映真正的困卷 这条路老少皆知 即使演员一时睡不着脚 也会逐渐冷静下来 然后配合自己的演技 无痕的睡戏不好吗 事实上 很多影视演员在幕后 都是真的睡着了 演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 笑起的人不是 演员们晚上拍一天的戏 身心俱疲 有时他们鼠 这样自然入睡 那么 当他们看这部戏的时候 那些睡年剧 怎么能如此生动呢 因为我在睡觉 哈哈 也许演员可以进入角色 欣赏角色的生活体验 发现角色的性格特点 学习角色的方式 了解角色的一切 然后 让自己成为他 在情节的发展中 做出他的真实反应 这就是演技 你怎么认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